造成胎停育的六大原因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贺同强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妇产科重症监护士 副主任医师 胚胎停止发育就是肌肉流产 造成胚胎停育的原因 常见的有这么几个 一个就是来自于父亲的原因 一个就是来自母亲的原因 再就是来自胎儿的原因 还有就是来自大环境的原因 父亲的原因 如果说这个精子的质量很差 精子的质量有问题 可能会导致胚胎停止发育 母亲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卵子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因为本身 和没有慢性疾病 比如说是一个重度贫血的 或者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 有可能发生一个胚胎停止发育 再就是受胸卵 受胸卵的原因 最常见的就是一个 胚胎本身的染色体异常 它的染色体发生了异常 变异或者是其他情况 容易导致了胚胎停止发育 自然环境我们都知道 不管是各行各业 可能大家都会比较重视 就是说我这个怀孕早期 会不会接触到放射线 毒物药物这些 也是一个原因 导致胚胎停止发育的原因 所以说因为它的原因不明确 真的发生了胚胎停止发育的时候 我们要详细的找一下原因 胚胎停止发育的征兆 一般可能会出现一个 阴导流血 阴导少量的出血 再一个就是 如果正常胚胎自然发育的 子宫会逐渐增大 如果胚胎停止发育 会出现 子宫不但不增大 反而会缩小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生化检查 比如说查血的HCG和孕酮值 正常孕妇如果随着孕酮的增加 10到12周 这个HCG值是隔一天就会翻倍 如果你这个HCG值 查血的HCG值 不但没有增长 反而在减少或者降低 那我们可能提示胚胎停止发育 另外一个比较明确的诊断 就是要做B超 该出现胎新的时候 没有出现胎新 那我们可能提示 是一个胚胎停止发育